今次介紹的單位位於大埔新屋苑 單位設計簡約時尚,很有空間感 但原來全屋都沒有地台 究竟儲物空間去了哪裡呢? 這個新樓的單位大概有450平方呎 原積有開房式廚房和一帶一石的房 屋主在找我們的時候 主要他不喜歡地台 但又想增加多些的儲物空間 亦想入到家裡的時候 希望簡單一點,溫馨一點 原先的梳口位置和電視機位置 深度都不足夠 如果我們再造這個存地櫃 在電視機位置就會 隔壓迫感更大 所以我們便會用了兩組吊櫃 同時都增加到它多一點的儲物空間 客廳主要用了淺灰色為主 用了一點黑色去做這個點桌 以電視櫃為例 色面上就用了一個調子 敷衍一下這個廚房屏風的調子玻璃 原積這個單位就是一個康王式廚房 我們主要的屏風就是 分開客廳和廚房的區域 用這個調子玻璃 就是想採光度高一點 令到空間沒有那麼大壓迫感 我們便用了一個黑框 敷衍一下電視櫃的黑色位置 廚房近入口的位置 如果用10木桌的話 壓迫感會大一點 所以我們便選了一張玻璃的圓桌 令到這個空間就會看起來更開洋 主人房主要就是屋主不太喜歡地台 亦想多一點儲物空間 所以我們便在窗邊的位置 做這個比較深的儲物櫃 取代普通的地台 屋主便想他的房間跳脫一點 同時我們都想呼應外面的圓景 所以我們在床背 便用了這個綠色入侧 為了配合全屋的灰色調 桌桌衣櫃和床的位置 都會用灰色的 衣櫃方面 有一個隱藏全身的方便屋主 在出門之前便可以整理易用 全屋最大的改動就是 細房和大房之間的長身 作為原積的細房 放不下一個比較大的衣櫃 便滿足不到他們放很多衣服 所以我們便拆了長身 做一組的霜面衣� 在衣櫃方面 我們分別做了兩個不同的開放式的洞 一方面就是放這個的飾物和書 而另一個就是放一些比較長的衣櫃 細房主要是想用簡約一點 襯托整間屋的主飾調 都是用灰色為主的 原來在走廊都有一個入場儲物櫃 入屋的門口位置做了一個全高的鞋� 方便屋主一進來便可以換鞋 停車醬 在衣櫃等前就有帶一 branches 方便屬於時間 等於 Comic來到